三万五千块的香奈儿穿一次就扔地服你的区别针 一千五百元一根ALV的买桶又是六万一个 英雄一次又一次地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然而最近又有一个品牌的鞋子刷屏了 看完之后我哭了贫穷不仅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还限制了我的审美一股浓郁的塑料感扑面而来 这不就是隔壁张大叶的拖鞋加个个吗 楼下超市就有卖的十块钱一双 打完折九块就然而 Croachs这双360度全是磁角的高高 鞋现在已经被炒到了一千五百元 可能你不太记得Croachs这个牌子 但你一定见过那双红便大街小巷的洞洞鞋 Croachs这是洞洞鞋的鼻祖 这种鞋至少还算得上丑萌 把时到我看到了它和巴黎世家联合推出的后底洞洞鞋 我的心态彻底跟了你们来对 第一下Croachs新出的高跟鞋VS后底洞洞鞋 你们觉得哪种丑的不那么明显丑就算了 价格竟然高出天际 八百五十美元 也就是五千七百人民币一双鞋 我还是好好当个穷人吧 时尚圈的套路真是越来越搞不懂 我们这几年有很多大牌推出的产品都是你一样的设计法 不是在叫我们如何用上万的价格穿出五十块的 这不是我幼儿园画的话吗 怎么印到高跟鞋上了 一看售价瞬间像啥的一千二百七十五金镑 折合人民币大约是一万一千元对不起 打扰了香奈儿的拖鞋不同的颜色 却冷丑到同 一水平设计师也是蛮厉害的 售价五千多人民币早堂 的大爷大妈听了想卖一件五千块 抢钱啊 我只剩这双也就九块吧 买一分一 拿起一只花笔 你也可以拥有同款香奈儿香奈儿的果冻凉鞋 售价四千元越看越像 像是后穿的水平凉鞋 以前还写它又土又丑 现在才反应 后来原来爸妈一直把我们当成公主来养啊 如果不小心把白富美水晶鞋弄丢了 也不必担心 来自江南皮革隔壁上的果冻凉鞋 还带高跟持续二十五块 就能轻松拥有雷哈纳和平美合作的拖鞋 价值分身五百元的公主水晶鞋 不用出国 也能买到通款拖鞋 只要十九块九角七颗新早堂拖鞋 轻松带回家 Burberry的秀场上摩特们穿的布面胶底鞋 怎么看都像七八十年代流行的解放鞋 居然被国外大牌盯上了严重 怀疑这些设计师来过我们的工地 所以说千万别小乔生 编的任何一件物品指不定 啥时候它就成了最时髦的奢侈品 下面这些鞋子就更奇葩 会是一番怎样的画面估计 会被踩的怀疑人生吧 别说 普通人了 连模特穿的都hold不住心疼模特一秒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Mason Margelli 到 分纸鞋 远看向羊提进 看向鞋子没长好听 说 有人模仿我的GEO 年名狂魔 Off-White 最近和Jimmy出合作退出的高跟长靴 这是在靴子外面套了一个塑料袋 下雨天穿出去 再也不怕被淋湿了 本来小腿就够粗 但我再穿上这玩意儿 岂不是更显出了吗 然而 官网售价一万多 还是即将受庆的状态有钱人的世界 我不是很懂七夕情人界想跟女朋友分手吗 请送她一双YSL轮滑高跟鞋 从此以后 穿着高跟鞋也可以健步如飞鞋底 不仅搭装了三个轮子前脚脚 还带着一个刹鞋器设计都非常认真 好像谁穿了真的能杀猪一样 看起来是不是很刺激 不过 售价将近两万人民币买这双鞋 之前建议你先给自己买一份保险 梦克勒的羽绒服就是来自法国的奢侈品品牌 被称为羽绒服界的LV一万多一片 那都算是正常的 然而看了她2018秋冬激烈的羽绒服 我觉得当个普通人挺好的 很庄严 很树木宛若 一棵圣诞树 虽然我的审美已经跟不上潮流了 但我却惊奇的发现中国 知南一直走的时尚的最浅 年巴黎世家的钥匙串手链 有没有想起学生时代 背负过阿姨和门卫大爷支配的恐惧 万万没想到原来我们对知南的审美 有很深的误解 看到他们腰间爱意抹霸气侧路的钥匙串 我决定认输巴黎世家 推出的两万六千元新包包 不知道的还以为模特拎着床备 仔细上台了 经典的配色 不贵一人的牡丹花 跨着床上精品三件套走在路上 气场 瞬间两米八十二万用的LV手机带VS十块钱 那边知道 我想问一下设计师 是在我们的火车带获得的灵感吗 再过几个月就要过年了春运期间 你们将会看到无数人背着LV的麻袋 回家每个人至少有两个 可以说是非常富有了LV复刻 我们的编织带也就算了 Celine竟然还把他设起到了衣服上 春运必备五彩塑料袋 表示很无奈而他的好兄弟 民工建成铜款蛇皮带 也没有逃过一截 隔壁村的慕容翠花和欧阳购售 本来以为辈子都买不到奢侈品了 看到这个包他们重新燃起了 对Fashion的渴望连蛇皮带多能 变成时尚家品塑料袋 当然表示不服塑料袋 我要进军时尚界 设计师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于是塑料袋也登上了时尚秀厂身价 暴涨数千倍 Rof Simon's Reducent 设计的这款手提袋 售价一千块 我可不敢乱卖害怕 被老猫拿去 当垃圾袋扔了这 还出了一款手袋 售价一千八百五十四美元 折合人民币 一万二 据说是世界上最贵的牛皮纸袋了 第一眼看觉得好亲切特别像用 来装糖炒粒子的纸袋虽然做工精良 卖到的货 但是时尚达人带着出街的时候 怎么看 都像是刚买了个外卖贫穷不仅限制 落我的想象力 还把我的审美按在地上摩擦 看了这么多又贵又丑 买不起的时尚单品 真的只想向他们跪下叫爸爸 虽然每天都为贫穷而烦恼 但只有在这一刻 我才觉得没有钱 好像也不是那么难过了 And你的点赞 我都认真但特别喜欢 我都认真但特别喜欢